《西方宣傳》 1624年 一直尋求在大明帝國周遭建立起殖民據點的荷蘭人 撤出了澎湖 在明帝國的授意之下,轉頭台灣大雲一帶 1625年 荷蘭人在台灣本島連結的濱外沙洲上 建立起熱蘭遮層 於是 此一新興的海盜帝國 就此在遠東的一座島嶼上建立起了殖民地 當時其他歐洲國家視荷蘭為海上乞丐團 1602年成立的荷蘭東藝度公司 就是以公司的行使 對世界各國進行打砸場的掠奪 尤其針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隊 在東亞海域 荷蘭也很理所當然的和當地的海灶合作賺錢 鄭成功的父親鄭志龍便是其中一位 位於八大瓦亞的荷蘭東藝度公司總部 以台灣為節點 與中國、日本、東南亞海盜集團 組成親密的聯盟 在東亞海域獲取巨額保利 1625年開始興建的熱蘭遮城 便是這白人海盜集團的中心 從此要塞出發 荷蘭殖民者征服原住民部落 壓迫漢人為其種植經濟作物 並且帶進了不同文化的人群 今天的安平古堡在西壤的台南市區 但在500年前 這裡與府城隔了一片諾大的細湖 稱為台江內海或是大圓灣 最初 荷蘭人無法在島上建立根據地 因為島上已有強大的原住民部落 和各種海盜集團 因而 荷蘭先在大圓灣上的沙洲建立起的堡壘 一面一棒的海洋 能發揮荷蘭的水上優勢 二方面通過熱蘭遮城的道路 只有一條細長的沙洲 易守難攻 三方面 由於大圓灣的水潛 水道地形複雜 只有兩處能出入 一個便是熱蘭遮城所二守的水道 第二個就是稍微狹窄一點的陸爾門水道 熱蘭遮城配有文藝復興時期的棱角堡壘 能夠無視角的保護城池 以及為陸海部隊提供火力支援 能很好的防禦敵方進入大圓灣 同時 荷蘭也在熱蘭遮城對面的北縣尾沙洲的沙丘上 建立起堡壘 防守來自海面的敵人從陸爾門進擊 建立起根據地以後 荷蘭殖民者進一步向台灣本島擴張 殖民當局從西拉雅族的新港社取得土地 並在刺坎建立起省城 及普羅明遮城 成為控制本島殖民地政治經濟的樞紐 截至1650年代中期 荷蘭殖民者在大圓灣和內陸 都搭建起了強大的保護網 然而 1656年 一場颱風給予荷蘭殖民地巨大的損失 熱蘭遮城的大圓街 普羅明遮城的四中型 都受到巨大的破壞 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 原本坐落於北縣尾沙洲的堡壘 在這場風暴中被摧毀 原本的沙丘地形被破壞成平坦的平原 荷蘭人不再有制高點能夠控制陸爾門水道 然而 這時的荷蘭人並不擔心 因為陸爾門水道本身的地形也被颱風給破壞了 船隻更難通行 只有大滿潮的時候才有可能提供航行通道 1650年代末 台灣總督魁一已經接到消息稱 鄭成功可能攻台 於是在1660年 巴達維亞派遣了一支600人的艦隊前來防守台灣 然而 艦隊的指揮官 范德蘭 與總督魁一對於敵方情勢的判斷有很大的差距 1661年初 范德蘭離開台灣 這時的鄭成功 李當在台灣是有情報網 於是 1661年4月30日的深夜 鄭成功率領2萬士兵 數百艘戰艦 從澎湖冒著大風雨出航 黎明時 抵達了陸爾門 這次行動是經過計算 因為這一頁恰好是星月滿潮時 明鎮的戰艦順利的通過了陸爾門水道 駛進了大圓灣 荷蘭殖民地為之震動 雖然不完全清楚 但鄭成功多少知道熱蘭澤城的防禦實力 於是 他的軍隊先越過熱蘭澤城 直到本島上的普羅明澤城 另一批2000名部隊 由抗清名將成澤所率領 扎銀於北縣尾沙州的北邊 控制著陸爾門水道 熱蘭澤城的軍事指揮官 佩德爾 中文文獻稱他為巴龜仔 率領240火槍兵前去驅逐政軍 據傳 佩德爾對於中國軍隊相當不虛 他的經驗來自於他所參與的 鎮壓台灣漢人農民叛亂 郭懷一事件 當時佩德爾率領幾百名火槍兵 擊潰了數千人的農民軍 然而 不同的是 鄭成功所率領的是 當時東亞大陸最有紀律的軍隊之一 佩德爾的火槍部隊 在對陣初期佔了上逢 眼見民政軍隊向後撤 於是 佩德爾真以為能像擊潰農民軍一般 擊退成澤的部隊 佩德爾部隊深入北京 卻沒有發覺有另外一批部隊 已悄悄從沙洲南方登陸 準備包抄荷蘭軍隊 當佩德爾部隊意識到時 第二批民政軍隊 已從後方的沙丘殺下來 在成澤的指揮下發動總攻 兩面包夾 荷蘭最精銳的火槍軍遭到屠殺 從此以後 荷蘭殖民者再未出城迎擊政軍 海戰方面 荷蘭出動三艘戰艦 最大的戰船配有30門大型火炮 5門巨型銅炮 最小的一艘也配有數十門火炮 反觀明政的帆船 頂多每艘配兩門大炮 雖然中式帆船在數量上佔優勢 但他們基本上無法靠對轟取勝 必須貼近荷蘭戰船 靠人力優勢攻上荷蘭艦隊 這場海戰維持了一個多小時以後 明政的水軍始終無法攻佔荷蘭戰艦 於是下令撤退 但也就是在明政水軍撤退的時候 荷蘭最大的戰艦突然爆炸 原因是船員操作不慎 在船上點燃了火藥 在失去這艘擁有30多門大炮的戰艦以後 荷蘭徹底失去了制海權 明政水軍在路面和海面徹底控制了台灣 國姓爺的軍隊很快包圍了普羅明遮城 普城指揮官在5月6日開城投降 不到一個禮拜 鄭成功就控制了荷蘭殖民地的核心地帶 大圓灣和普羅明遮城 這時的他確信 只有一千名士兵的熱蘭遮城 很快也會放棄抵抗 但事實是 熱蘭遮城與政軍對峙了將近一年之久 數萬名政軍不是戰死 便是二死或病死 雖然自鄭成功投筆從容開始 他攻下無數城池 也曾包圍過當時中國最大的都城南京 但正成功從未面對過歐洲城堡 熱蘭遮城可能比福建許多盜賊宅子還要小 但除了歐洲的精銳火炮以外 仁寶的設計將帶給政軍極大的麻煩 仁寶出現於文藝復興時的意大利 很快這樣的設計就傳遍歐洲大陸 這種突出結構帶給守軍全方位的防禦視角 工程部隊不但要受到各個角度的火力攻擊 工程方的背部也在守方的火力範圍內 這是前所未有的設計 仁寶全面改變了歐洲的戰爭樣貌 沒辦法靠著數量優勢進攻城池 工程方必須做好持久戰的準備 用圍困的方式迫使防守防主動放棄 除了仁寶 仁寶遮城的地理條件也造就了一手南宮的特點 城池的北面就是北縣尾沙洲的南端 兩者之間進入大圓灣的主要航道 城池只距離海洋幾公尺 正成功的軍隊若想從此進攻 就必須在登陸時受到禁止的炮火攻勢 因而不太可能從此發動攻擊 位於仁寶遮城東邊的時仁寶遮城鎮 這裡沒有城牆保護 政軍能夠安全地從一旁的港口登陸 也可以利用城鎮來掩護軍隊的行動 然而 從城鎮接近熱爛遮城 仍需橫跨一大平原 即使這些年蓋了絞型台和市集 基本上也是個無遮掩的地帶 政軍若想從此進攻 三王也會不小 最脆弱的地方約莫是西方和西南方 這裡遍布山丘 有利於步兵行動 荷蘭人在設計城池時也意識到了這點 所以在最高的山丘上建立了一座碉堡 而此碉堡也在熱爛遮城的火力範圍內 兩邊可以交叉掩護 政成功在事前很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座小城池的防禦深度 在他過往的戰爭經驗裡 政成功偏好以威嚇的方式 不戰而屈人之兵 再來就是用微城消耗 在以精銳的部隊破壞守方的大門 一名被政軍俘虜的荷蘭人在事後曾回憶到 他觀察政軍最精銳的部隊不是用來強攻城池的 而是用來衝撞城門的 在這樣的思維之下 政成功並不急於用大炮炸毀城墻 而是瞄準荷蘭的大炮 同時部署部隊接近對方堡壘的死角位置 等到荷蘭大炮殆盡後 精銳部隊便進攻城池最脆弱的之處 然而 政成功的戰略顯然在面對熱蘭遮城時 完全不走銷 1661年5月25日 政成功宣布從東邊的城鎮進攻熱蘭遮城 政軍建立好了密密麻麻的炮台 瞄準熱蘭遮城的火炮 然而 荷蘭比起政軍更加精準 與此同時 準備破壞熱蘭遮城的部隊 找不到這座堡壘的視野死角 久久無法接近 而突出的冷保結構 帶給政軍巨大的傷亡 幾個小時後 政成功意識到了自己先前的天真 他處罰 而且促使了幾位進攻將 他怒不可接 但他的理智告訴他 這座城池不太可能強攻下了 於是在短短三小時內 政成功的一萬人部隊 就從這地區撤回普羅明遮城 除了軍事行動的執行不順利以外 政軍還遇到了更嚴峻的問題 饑荒 1661年6月 由於糧食短缺 政軍也無力加強對熱蘭遮城的壓迫 政成功命令部下調查糧食 結果是 政軍只有6000彈倒骨 援莫能提供15億卡的熱量 另外還有3000彈糖 可以提供大概10億卡的熱量 據估算 如果在台政軍有25000人 每個人平均一天需要2000卡熱量 這一天需要5000卡的食物去餵飽他的軍隊 換句話說 6000彈倒骨 只能夠維持政軍使用1個月 3000彈糖 頂多在支撐20天 因此 政成功此刻只有2個月的糧食 政成功很快就放棄了工程的計劃 將精力轉移到建立農業殖民地的之上 如同荷蘭殖民者也曾做過的那樣 政成功宣布刺坎地區為東都民進 並發布一段御令 宣布武裝屯田政策的到來 其中 他不只命令文武官員 士兵參與屯田 就連官兵家眷 都必須近來虛以一同建立根基一一子孫 政軍向南北擴張 政成功下令 不許軍人騷擾中國移民和原住民部落 但事實可能沒那麼簡單 據記載 過去荷蘭控制的原住民部落 大約都只有幾十位駐軍 但政成功是派一個鎮約2000人的兵力 去一個部落 衝突必定是有的 但或許已在浩瀚的歷史殘河消失無蹤 但因為往南和往北的政軍 都有荷蘭測量師的跟隨 我們得以稍稍了解這兩批部隊的故事 據歐洲文獻記載 當政軍接觸位於台灣中部的原住民部落聯盟 大渡亡國時 大渡人民體現相當友善 給予民政部隊想要的一切 然而 等政軍鬆懈以後 大渡軍隊發動襲擊 在深夜之中 屠殺政軍1500人 即使有一二逃脫者 大渡亡的部隊 也用煙燻將他們逼出來 然後屠殺殆盡 另外一支前往今天恆春一帶的部隊 則被狼喬人屠殺700人 此外 或許由於牽戒令的原因 廈門方面沒辦法提供太多的糧食給台灣的政軍 又有許多紀錄指出 該年台灣海峽的天氣極為糟糕 戰成功的祭兄 鄭泰所派遣的兩船 皆沒成功橫渡台灣海峽 另外一方面 熱蘭這城內也面臨巨大的危機 這座藥塞已經容納了1700多人 是原本設計時的三倍之多 衛生環境逐漸下滑 即使熱蘭這城擁有足夠的戰備糧食 一年的米和鹿肉 但只吃米和肉 事實上沒法提供足夠多的營養 這一年夏天 越來越多荷蘭人死於壞血病 神經衰弱等疾病 雙方都慘不忍睹 哪一方能取得外面的援助 打破僵局呢? 1661年8月的某一天 正成功部隊和熱蘭這城的守備軍 皆因為水土不服 疾病、營養不良 飢餓而出現大量死傷之急 大圓灣的外海出現了12艘巨大的船艦 熱蘭這城的長官奎伊看到這幅景象 激動不易 稱全能的神站在了荷蘭這一邊 同一時刻 正成功也在過去的普羅明遮城 東都明經看到了這一幕 沒有明確的史料 說明當下正成功的反應如何 但根據一位荷蘭俘虜城 明經內的官員 彷彿喪失禮之一般 東都明經毫無準備 原本爭台的兩萬大軍 如今戰死、病死、餓死了 一達數千人 而絕大部分的部隊 在南北肯荒種植 明經內部只有幾百位士兵和家屬 命運之神 似乎正在悄悄地離開正成功 下一集 我們將迎來正成功攻台最終章 台江內海海戰 1661台灣爭奪戰 究竟陸死誰手 正成功是如何逆轉身的? 荷蘭人的先進戰艦 又是如何上命大圓灣呢? 台灣第一個漢人政權 東寧王國 又是如何創建的呢? 請持續關注歷史威師